第二课咱们来看一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制造意见 应考试大纲领说要考到这个文件 咱们看有什么考点 OK 有一话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让你对考试内容考试思路有个大致的印象 比方说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出租汽车 也就是说公务交通为主为龙头 那出租汽车是为福 努力构建多样化差异化的出租服务体系 多样化 比方说现在增加网约车 顺风车 可能以后还有别的车 差异化 差异不光是服务的差异化 还有价格的差异化 基本原则 坚持乘客为本 坚持改革创新 其中这里提到 促进巡游出租汽车转型升级 规范网约车经营 推进两种意态 融合发展 这句话很有点意思 坚持依法规范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你像说现在很多城市 100多个城市已经出了网约车 到底应该是怎么考试 但是 这个考试内容也是很奇葩 网约车到底有什么要求 但是对车的要求 对车的轴距排量 价格也很多城市是奇葩的不得了 这其中就有利益 甚至说政府和市场 有一部分关系在里面 对咱们国务院办公室的文件 也提到这一点 然后这里是考铁 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 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 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 有一个多选题呢 他就是出了这道题 包括一个判断题 容易错在哪呢 咱们记住 这是城市综合交通的组成部分 是综合交通 而不是说城市公共交通 如果把城市公共交通挪到这儿 那就是错的 那就是不能选的 这里还说到了巡邮车 咱们虽然考的是网约车 但是很多学员反馈 还有一些是巡邮车的题 包括机家器的东西 所以咱们还要了解一下巡邮车 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 一律实行期限制 不得再实行无期限制 新增出租汽车经营权 全部实行无偿使用 并不得变更经营主题 出租汽车经营者 要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 合同或经营合同 对巡邮车 也就是现在 大街上跑的出租车 溜达来溜达去 乱活的这种 运驾实行政府定价 或者政府制导驾 并依法纳入政府定价目录 咱们需要记住的就是 巡邮车是政府定价 然后这个价格呢 和燃料价格联动 再看推进行业的转型升级 鼓励驯油车企业转型提供网约车服务 哎 这句话也说明可能以后 这些网上溜达的 驯油车啊 都能提供网约车服务了 哦 鼓励个体经营者 共同组建 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 这里说的是鼓励 规模化 公司化和集约化 这也是考点 当然在后面的文件里 也会提到这句话 规范发展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成 私人小客车合成就是 拼车顺风车 规范网约车发展 网约车平台公司 是运输服务的提供者 应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 承担承运人责任 这个记住 就是像滴滴这样的 承担承运人责任 如果是出了事故 需要赔偿 他得是先行赔偿 对网约车实行市场调节价 就像现在 这滴滴 赶着刮风下雨 甚至说没有刮风下雨 有的这个价格 私物小就往上涨了 1.5倍2倍 甚至更奇葩价格 城市人民政府认为 确有必要的可实行政府制造价 有一个判断题说 网约车实行市场调节价 是错的 因为他没有说后面的一句 再说睡风车 拼车 这个拼车睡风车呢 现在咱们法律要求是 每天最多只能两单 不能以这种合成 私人小客车合成的方式 提供出租车的服务 那就是违法的了 再者提到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和驾驶员从业 资格管理制度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跟现在滴滴上的你是80分90分 还有一些不一样 再者 严厉打击非法营运 就是无证啊 租证啊 戒证啊 聚重扰乱社会秩序 煽动组织破坏营运秩序 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其实这里咱们想到最形象的一个事件 就是集体罢工嘛 还有一些 巡游车和网约车 聚到一块干涨 这种 其实纵观这个文件的话 考点并不是太多 咱们 记住第一个考点是在这块啊 出租汽车的定位 巡游车 出租汽车经营者 依法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 或者经营合同 这里有一点小小的说道啊 巡游车是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 而网约车呢 是劳动合同或协议 以及巡游车是怎么定价的 网约车是怎么定价的 OK 这几个咱们就到这里 就会查看吧 我回到这里 是